我带你出去玩一下 快 快 去哪啊 哎呀就是出去玩的嘛快点啊 要那个好远的 将心将疑是吗真的 今天周几 今天周四 请假的快点抓 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化妆 我穿着笼去行吗 还有穿着笼去 对 要stay overnight的呀 对 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去哪儿去了 哎哎哎 你那是 是有一袋胡萝卜 胡萝卜呀 吃的 可以去喂鹿 我们现在已经开了240多公里了 已经过了Kingston了吧 还有一个半小时才能到 没了好多好多的小零食 有什么呢 有大煤 还有酸碱 我之前吃过一个它那个加辣的 但是后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还是吃回来这个就是纯酸的 你要吃Doritos吗 我不吃Doritos 有玉丝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但是我也不想吃玉丝 有点卡牙 嗯嗯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手工屋 都太滑了 然后准备在这家店关门之前 吃一个让主家店爆裹 星期四哎 进来还等一会儿 哎呀 哎呀 我爱吃 啥啦 弄啥了吧 这真讨厌呀 他吃都很好吃 基本上光盘了 吃饱喝足之后现在要往动物园的方向开了 开过去不到一个小时五十几分钟就到了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趁着下班高峰之前 对对对对忘了 我们一个不留神过了桥 发现已经到了魁北克了 然后这个红绿灯变样子了 路由街道的名字也瞬间就不认识了 有点冷啊 现在差不多零下十度 我们已经到了 这块生着萤火还挺暖和的 你往哪走呀 刚刚兴刚采烈的去check in 然后被我们被人家粘出来了 说是四点check in就是四点早去了也不行 他说让我们给了我们张地图 然后让我们在附近先转用转用 人家根本都没有粘你 人家特别礼貌的把我们请出来了 你不要这样说人家回来网报 这个就是那个公园的全貌 明天我们会开着车在这个园子里面 就是转移 然后看里边各式各样的动物 这是入口 这一片区域是住宿的 然后这一块是吃饭的 这块是住宿区域的放大厨 它有那种特别大的cottage 特别大的 然后还有那种临终小木屋 吃饭的在这 吃饭在那 然后上面还有一批新建的 什么看狼看熊的 这种小三角帐篷可能 夏天才能住呀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将要住的地方 是这里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要去看狼子熊了 走吧你 他说保持距离 是保持人与人还是熊与人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 有 是站到 那儿 有只有狼 来了一只 毛绒无的哈十几 你看他尾巴就是垂着的 你看他俩 你看他也巴巴他 你看 哎呦 不乐意 哎呦天哪 你看在这冰上趴着也不冷吗 你看 checking完了 然后现在要去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要住的小木屋 哎呦这么巧啊 你也在这儿啊 这个小木屋里边其实特别的暖和 比我们家还暖和 有个特别大的窗子 就能看外面的雪景 拜托你上去看一下 你看 很cozy的 我天哪 这个小窗户望出去 就是入门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小的迷你厨房 这里还有个小冰箱 这个洗手间 可以洗澡的 虽然比较小啊 但是非常的干净和准洁 最后呢就是卧室吧 一个queen size的床 小灯 很大的窗子 看看外面的风景 现在正好是夕阳 这个房间订的时候 那人还说呢 会有surprise basket 这个就是surprise basket 巧克力 一个巧克力棒 这是什么呀 糖果 软糖 这还有一瓶 这是什么呀 西洋 那还挺准备这些呢 park Omega 如果你想来的话 推荐你带一点零食 或者那种方便的吃的 因为这个小屋子 真的太舒适了 一进来就比较出去 他在这儿披柴呢 远处有三只 还是两只鹿 哇塞 好多小鹿 它就在我们 五十米都不到的地方 然后那儿还有一头 白色的 纯白的 小鹿 你走到我们房子这儿了 那纯白的是羊 嗨 我还没羊 还真是小鹿 好漂亮啊 小火 经过了一个夏天的practice 希望现在的生活技术能有所提升 哇这柴很好烧 非常好烧 瞬间就燃起来了已经 你从来没有在冬天什么 我从来没有在冬天 就是烤过篝火 从来没有 哇好舒服呀 冬天在这烤着点火 我的天哪 我还带了那个 smore的棉花糖 其实我长这么大 我从来没有吃过烤棉花糖 但是我可以尝试一下 最好笑的是 我不是给他准备了这个惊喜吗 然后我提前买好了棉花糖 藏在了我们家厨房的一个柜子里 然后他这个人从来一百年也不能翻那个柜子 然后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那个餐厅纸没了 他到处乱翻 一下就翻到了那个柜台 对我说 咦 棉花糖 做空棉花糖 你买棉花糖来吃了 我没有作声 然后傻的八戚也没有追问 所以你当时没有怀疑 我就以为是你在吃棉花糖 就穿一根吗 我们先穿一根试一下 穿多远呢 好 可以了 怎么就是拿到火上烤 不要烤太焦啊 焦了吧 快焦了 快吹 我决定吃一个 焦了 在它里面是软的 化了是吧 Tosmore的那个饼干 然后夹住它 吹出来 你尝一个 我尝一个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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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面烤一个巧克力的 嗯 来 这满满一口的热量 我这还在减脂呢 我感觉冬天必须要有一些甜食 会很幸福 天哪 这个小鹿来了 我是不是应该给他拿点胡萝卜表示一下 你好 哈喽 你好 你不害怕有火吗 OK 它说我还是有点害怕 给家伙都跑我们家门口来要饭来了 我拿着你吃东西 它劲还挺大是吧 它拽呢 它长得还挺漂亮 有点倒不过来了 那个胡萝卜头有点大 你看在这倒呢 捋半天了 还没捋下去 还没吞下去呢 而且还很有礼貌 不吃完不走 回家吧 一边走一边吃 就非得站我们这屋门口吃 回家吧 一边走一边吃 这个小东西 吃了我们两根胡萝卜之后 终于要走了 你记得去找你同伴啊 你一个人落单的路在这 刚刚那只不是走了吗 不是刚刚那只是不是带过来了 呼朋唤友去了 我的天哪 1234567 他们整个学校都来了 我跟你说 不瞒你说 他们要经过我们了 那只白色的是他们这届的小花 已经进到房间里边来了 然后准备吃晚饭 7点07分 其实隔壁是有餐厅的 但是物理太舒坦了 而且我们准备了吃了 就不去餐厅吃了 有什么能比得上 发明面和自热锅呢 这没错 靠我们吃饭 这个是番茄汤底 我还没有吃过海底捞的 番茄自热锅呢 我也没吃过 香辣牛肉面 大石头 大石头是什么意思呀 大石头就是给我这种饭桶 减脂漆的饭桶吃的 咔咔放油呢 咔咔放料呢 你要吃饭的 是 那口水都是 要出来了 我先进去 我想吃那个 我都不适合拿叉的 你们觉不觉得吃泡面 特别有那种旅游的感觉 小时候吃泡面 还会配一包榨菜 一根回肠 或者一颗卤蛋 我去吃一下泡面 真的好好吃 你也不偶尔吧 不要让我妈看到这个视频 我妈看到这个视频 肯定就 不要吃泡面 不要玩火 不要看狼 多危险 这个地方网络信号特别差 就只好来点别的活动 看一会儿书吧 这本书看了一年吗 没有 这本书是二月份 咱开始看的